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妈 最有智慧的老师 和我们一起来玩游戏 好 我现在要来做一个 酸碱中和的实验 我要请小孔来帮忙 好 小孔来我旁边 这边有一个瓶子 里面装的白色粉末 就叫做小苏打 那这是醋酸 请小孔把醋酸 慢慢倒进小苏打的瓶子里 好的 经过化学反应 就会产生一些二氧化碳 大家有看到吗 正在冒泡泡 好 如果小恐龙一直没有停 加入大量的醋酸之后 大家看 二氧化碳这么多 就会冲出瓶口了 对 所以就告诉我们 在生活里面 不管是好或不好的事情 如果过量了 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如果你的身体 是这个装小苏打的瓶子 长期摄取某些特定物质 就有可能让你的身体 有一种负担的感觉 甚至让健康亮起红灯 所以适量而止 就是维持身体的轻松 和健康的最好方法 那我们来看看 小恐龙 最近又做了什么事 一起来看看就知道了 小恐龙好幸运了 这里刚好都没有人 对啊 那我们来打羽毛球吧 好 等一下 在打羽球之前 我们先把东西放好 来 真的很幸运 连椅子上面都没有人 对了 你要喝水哦 我这里也有 果汁牛奶 小恐龙 果汁牛奶 对啊 我早餐的时候 还没有喝完 所以现在要赶快喝 免得到坏掉了 来来来 我这边还有这个 运动饮料 小恐龙这是运动饮料 毕竟我们等一下是要运动 当然要喝一点运动饮料 补充电解质还有水分 而且它甜甜的又健康 好好喝哦 小恐龙 你刚刚喝完果汁牛奶 现在又在喝运动饮料 对啊 好啦 好啦 不多说了 我们先赶快去运动 快点 来 冠胜 你有信心吗 有 好 第一回合 管事 好了好了 我觉得今天真的有点累了 不然我们再来喝一点饮料好了 没有了耶 没关系 我还有法宝 我最喜欢喝的可乐 小恐龙这个是可乐耶 对啊 我最喜欢喝可乐了 小恐龙 你刚刚喝了一瓶果汁优奶 又喝了一瓶运动药 现在又在喝恐龙会不会太夸张了 会吗 我是在补充水分啊 真的是这样吗 小恐龙 你真的有好多饮料哦 对啊 好 看到小恐龙喝那么多饮料 我想知道大家的情绪是什么 觉得高兴 为什么 我也是喜欢喝碳酸饮料 然后都甜甜的 所以你跟小恐龙是同一国的 所以你看他跟你一样 高兴了好朋友是不是 好 跟玉婷一样 会觉得很高兴的打圈 我看 一 二 三 就加上玉婷就四个人是圈 好 那玉婷请坐下 有没有人有别的情绪要告诉我的 你觉得很烦啊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带太多饮料 对身体会很不好 你担心他 还是你想说为什么没分你喝 对啊 你又担心他又想说 为什么没分你喝 是不是 我了解 好 请坐下 跟怪事有一样心情的人打圈 我也是这么想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想多喝一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有九个人 好 那就要问爸爸妈妈了 请问 当小朋友啊 常常给你要求 或是常常要喝这些饮料的时候 您的心情是什么 您是紧张的啊 说看 谢谢 他们喝太多甜的东西 我担心会对身体不太好 而且甜的东西 会造成小孩子心里亢奋 有时候 特别是晚上要睡觉之前 就比较难入眠 你有觉得 有 那你家的小孩爱喝吗 很爱啊 他们什么都喝 平常是以牛奶为主要 所以白块水我就会一直叮咛 所以也是会注意一下 但是他心里有一个喝 饮料的渴望 对 然后就让你忍不住紧张起来了 是 那所有的爸爸妈妈 会觉得紧张的人打圈我看 一 二 家的妈妈三 三比三 好 那就先谢谢琼姨妈妈 老师 所以寒糖饮料 对我们小孩来说是开心 快乐 想到就忍不住要笑出来 可是大人有的紧张 说不定有的还有一点烦恼 怎么差距这么大 对啦 没有错 因为饮料基本上 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饮料 基本上是甜的 甜这个东西会让我们觉得比较的开心 是 甜蜜的感觉 对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要考量的就是 它所带来的影响 包括它热量的部分 还有就是说当我们摄取过多的时候 是不是对我们身体会有些负担 那这些负担可能长久下来 就会对身体会有些的影响 对 不过大家有没有去想过呢 到底这个糖和我们的生活有多密切呢 马上进行讨论时间 你最爱喝什么饮料呢 现场统计大家最喜欢的种类 有白开水 乳酸饮料 果汁 碳酸饮料 调味乳和鲜奶 为什么这些饮料会这么受欢迎呢 一起来了解吧 好 开会说看 因为果汁里面有一些果粒 喝起来你的感觉就是很 开心 原来如此难怪有爱果汁 好来 我来问冠胜 因为有时候可能 后来现在有时候可能会 身体会不舒服 所以才可以配别的对不对 好 如果现在大人都没有跟你规定 每天你都可以选你自己要喝的饮料 然后每天都只能喝同一种 那你会选什么 碳酸饮料 等一下我看 果然耶 碳酸饮料就是你的第一名 好 那我就要问了 现在现场所有的小朋友里面 如果你都可以自己选 你最爱喝的饮料 固定每天喝同一种 不会选鲜奶 也不会选白开水的人 答选 当然啊 我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七个人屹立不了还是打叉 饮料看灯型 到底要怎么喝饮料才健康呢 董事基金会参考各国饮料分类 以及食品营养成分 整理出血统饮料摄取建议系统表 把饮料分成红灯区 黄灯区 绿灯区 现在就请老师带我们认识 饮料分类的耗之灯吧 对这个绿灯就是每天都可以喝 是的 在绿灯上面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到的都是没有额外加糖的 然后它又还有一些我们生长 或者说我们每天必须要的营养素 那黄灯的部分就是其次的 那黄灯的部分它有额外的加糖 但是它可能还有一些营养素在里面 像刚刚有小朋友提到说他喜欢喝果汁 因为里面有些果粒 没有错 有果粒可能有一些纤维质 那或者在这个海报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的调味奶 对 调味奶我们可以说它不是那么健康 但是它里面又有一点点的蛋白质跟钙 所以我们把它列在黄灯的部分 每周不超过三次 对没有错 每周不超过三次 那可能最不建议当然就是红灯的部分 那红灯的部分也是小朋友其实刚刚讨论很多的 像碳酸饮料或者就是乳酸饮料的部分 那它额外加比较多的糖在里面 然后另外其他的营养素的含量不是那么的够 所以我们会把它列在红灯 那也就是告诉我们的孩童们 一个礼拜不要超过一次 就只能一次就对了 是的 这是比较严格的 那这是针对小孩吗 还是我们大人也要算在里面 当然我们大人也可以这么样 可是因为我们会针对小朋友做一个营养教育 因为其实我想我们在座的爸爸妈妈也都知道 我们开水是最好的 但是孩童们在选择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诱惑 或者说是口味上的 所以我们会建议小朋友 孩童们一定要以这个做一个标准 也许你并不知道 糖其实已经很自然地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了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 马上进行体验时间 大家爱喝的饮料有调味乳 乳酸饮料 鲜奶 果汁 碳酸饮料 但这些饮料到底含有多少糖分呢 一起来算算看吧 以一颗方糖等于5公克的糖来做计算 290毫升的调味乳含24公克糖等于5颗方糖 170毫升的乳酸饮料含27公克糖等于5.5颗方糖 290毫升的鲜奶含12.5公克糖等于2.5颗方糖 410毫升的果汁含44公克糖等于9颗方糖 600毫升的碳酸饮料含72公克糖等于14.5颗方糖 一瓶饮料含有的糖分看起来好像都不太多 但是如果一种饮料每天一瓶连是喝一个礼拜 累积起来进入肚子里的糖分会变成多少呢 好 我们现在大家都已经排了 就是一个礼拜每天喝一罐这个饮料的话 会吃到多少糖 我们从场红开始说明 我负责的是调味乳 如果照一个礼拜吃下来的话 总共有35颗方糖 一天喝一瓶就会吃掉35颗方糖 对 好 逸婷请说 我负责的是多多 一个礼拜这样吃下来的话 总共有38.5颗方糖 光是多多就有38.5颗方糖 我负责的是咸奶 如果一个礼拜每天一瓶的话 是会吃到17颗半的方糖 17颗半的方糖 我负责的是果汁 一个礼拜的话就有63颗方糖 63颗方糖 好 安杰 我负责的是可乐 一个礼拜就会有101.5颗方糖 安杰 现在感觉怎么样 好恐怖 就觉得恐怖了对不对 但是凯伟你觉得呢 如果有这么多的糖的话 那你会觉得每天喝一瓶OK吗 不太OK 不太OK的 好 我们谢谢这几位同学 请给他们掌声 请坐 所以老师 这样看起来 我们爱喝的这些饮料 含糖量真的很高 是 没有错 一天喝一罐 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对 但是累积下来其实是很可观的 事实上我们根据世界 卫生组织也就是WHO 它有一个建议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天 不论是孩童也好 或者是我们成人年也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额外添加的糖 不要占我们总热量的10% 也就是我们每天热量摄取的10% 这样讲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就以我们的孩童们来讲好了 他们每天热量摄取 大概是1200到1400大卡 那等于是说我们10%的热量 是来自于我们额外添加的糖 对 所以换算起来 大约我们的孩童们 每天最多最多 大概只能吃到6颗到7颗的方糖 一天最多只能吃到6颗到7颗的方糖 也就是额外添加的 这些小罐乳酸饮料已经快破表了 是的 果汁就破了 果汁 果汁跟碳酸饮料已经破表了 对 没有错 所以大家好像已经有一点感觉了 这个糖量是蛮高的 如果说我不管 我就多吃一点继续吃下去 会有什么后遗症呢 马上进行动动脑时间 脑筋转一转一起玩游戏 一直吃很多很多的糖 可能会有什么后果 好 大家动动脑 想到的就先举手 好 长轩 会得糖尿病 会吗 小恐龙 有没有 那是糖尿病的伤口吧 好 再问一个 好 冠胜 吃太多的话身体可能会变胖 变胖 变胖当然也是有 这确实很有胖的感觉 还有吗 好 君主 吃太多糖可能会蛀牙 蛀牙 蛀牙这我感觉蛮可能 小时候老师就教过了 对 我们都常常在提醒大家 还有吗 还有五个 大家想到吗 还这么多 再动动脑一下 当然回答 糖分如果摄取太多的话 你的肾脏也可能会出毛病 肾脏病有吗 肾脏这边没有 所以老师我们知道的就是肥胖 蛀牙 还有糖尿病 好的 基本上来讲 蛀牙我想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 对 因为我们的牙齿最喜欢用的能量 就是我们所谓的蔗糖 作为蔗糖的 我们口腔里面的微生物 所以蛀牙是一定大家会考虑到的 另外同学们还提到肥胖 当然因为我们吃太多的糖 一定会让我们的热量增加 对 那如果说小朋友他们现在很爱喝饮料 是 那有可能会有糖尿病的因子 重在他的身体里面的基因 也有可能 因为糖尿病的罹患的因素非常非常多 但是就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饮食习惯从小养成 因为如果小的时候就喜欢这种重口味的话 我们对于甜的这个部分会特别的喜爱 但是会干扰到我们体内的胰岛素的分泌 那可能久而久之当然就会种下了 这个罹患糖尿病的一些危险因子了 那到底这五个是什么答案 好想知道 好 我们是不是请 老师一格一格刚好说我们小童帆 有可能有 高鞋子 好 以及 营养不良 是 接下来对大家很重要的 生长发育受损 那我再看这里 这里是 骨质疏松与骨折 骨质疏松跟骨折也会 好 小朋友要看仔细了 还会 学习能力变差 老师这个营养不良 生长发育受损 学习能力变差 感觉好恐怖 对 其实基本上来讲对孩童们是影响很大的 对 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强调的 他可能喝了以后饱了 其他食物就少吃了 那像这个生长发育 蛋白质不够 对 不喝鲜奶 或者是不吃其他的这个蛋白质的食物 可能 他这个生长发育就会受到了影响 所以他好像不是立即性的 不是 但他是慢慢慢慢地侵入你的身体 然后就让你有了这种结局 然后另外呢 糖呢 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一些骨骼的发育 对 老师 可是啊 像我知道我们都很喜欢喝像是豆浆 油肉乳这种 看起来都很健康 那感觉也不会太甜的话 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常常喝呢 OK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鲁酸饮料 因为它的原味是非常的酸的 对 它经过发酵的过程后 它的鲁酸菌产生之后 它的酸味非常的重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再额外加一些糖子的话 其实一般人接受度就比较差了 当然也是可以试地去尝试看看 或者我们可以添加水果 把它的味道给中和一下 盖过去 那这样子也是OK 可是对大部分的小朋友来讲 可能比较难接受它那种比较酸的味道 那豆浆也是一样 其实豆浆是非常棒的饮料 它是来自于我们黄豆 非常棒的饮料 但是因为豆浆本身有一个豆味 那也有很多小朋友可能觉得比较难接受 其实我觉得这种口味味觉的部分 是慢慢训练的 我们习惯了我们会觉得原味其实是最好的 对 那就不需要再喝一些额外添加糖的部分的饮料 那老师如果我们都改变成 完全都不喝就是有糖的饮料 那会不会就减少了很多糖类的摄取 那反而会营养不了 其实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是额外添加的糖 对 就像我们刚刚说那各种饮料额外添加的糖 这个部分的糖真的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大家摄取的是 也就是来自于刚刚说的全骨类米饭 尽量不要吃额外添加的所谓的精致的糖 那个是要特别要控制的了 好 那我就要问哦 那爸爸妈妈你们现在会觉得说 让小孩控制这个饮料的摄取量 是很重要的 打圈 怎么样我都要尽全力来控制 他就觉得也还好 没关系 照以前一样就好了 打叉 有感觉哦 好 我问小朋友来 现在我已经了解了之后 我会尽力 努力去尝试控制一下的人打圈 我真的都没办法 对不起 我没办法的人打叉 好 我看看 还是有人没办法 对不对 好 没关系 你还是可以为你自己的想法跟决定负责 好 但是小恐龙 说到这里为什么有一点疑问感 就是 其实我们的学校常常都会 好比说好朋友就约我一起去买 含糖的饮料 那大家一起喝很开心 可是如果我现在已经知道 会造成这样的结局 我不想要的话 那同学再约我怎么办啊 那这样怎么办呢 马上进行行动轮盘 拒绝 为什么 我会跟我的那个 邀请我的那个人说 我这礼拜的那个糖量已经足够 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再喝了 No 是不是 好新的方法 好 谢谢你 请坐下 说出来 好 可乐里面的含糖量可能会有14.5克 然后可能今天已经有喝了 然后就不要再喝太多 而且小朋友一天就是 那个糖量最多只能吃到六七克 你真的有在注意 所以不能要用知识来改变自己 是不是 好主意 好 谢谢你 那我来问 来 长虹 做约定 说看 我跟他讲说 这个礼拜的含糖量已经过多了 下次再来请他喝 下礼拜再来喝 对 从一开始 这个好像也不错 好 谢谢你请坐下 那就问老师了 老师 那含糖量真的是一个礼拜 那一个礼拜这样算吗 如果我们这种坚持不住的 这个方法可以吗 当然了 如果说我们能够每天控制是最好 对 那真的偶尔一天 那也没有那么严重 我们就以整个礼拜量 让大家比较容易记下来 对 其实刚刚几位小朋友 都讲得非常的好 我觉得做约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概念 的一个 及一个行动 对 我们跟自己做约定 跟我们的同学做约定 甚至于跟我们的爸爸妈妈做约定 对 然后慢慢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 然后我们可能刚开始 没有办法一下子进入到我们白开水 或者说是我们红 我们的绿灯的那个范围 对 但是我们可以减少次数 减少量的部分 对 那如果刚开始你觉得 要我一下喝那么多白开水 我没有办法接受 对 就加一点点的天然的东西下去 对 加一点柠檬片 或者加一点 如果你觉得这个所谓的花草茶 觉得味道还不错 也可以加一点点下去 好 经过老师刚刚的说明 跟刚刚那么多的讨论 我现在感觉像我这种爱糖一组 有了一个希望 就是如果我一开始还是没办法 那么好的控制 我就告诉自己减少减少 然后知道某些地方 我会忍不住去买饮料 我就少去 然后调整自己 爱饮料的感觉越来越少 对这个糖的抗拒力 就会越来越强 希望大家开始练习 让自己生活越来越健康 祝福大家 谢谢 什么 没想到我今天喝的那三种饮料 加起来竟然有26颗糖 老师说喝那么多糖会变成大胖子 还会影响发育长不高 我不敢再喝这么多饮料了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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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沮丧 也不要哭泣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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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难免犯错 改过才要紧 我真心说没关系 丢着让胸口满满的打石头 我真心说没关系 啥啥啥啥啥